爱情其实是试错的过程,人可能会迷失在一段虚幻的故事中,没关系,只要放得下,可以重头再来,并最终获得真爱。 大家好,我是阿易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极有教育意义的爱情电影《成长教育》。 珍妮是一个聪明开朗的小姑娘,17岁的她就读于英国伦敦乡下一所女子学校的预课班。 她的成绩很好,是众所期待考上牛津大学的种子选手,她觉得自己每天家里学校两点一线,生活非常的枯燥乏味,于是告诉父母想要学大提琴,但一直看中她学习成绩的父母,不赞同她浪费时间去学那些没有用的东西。 父亲告诉她,你可以把大提琴当作爱好,但并不一定非要去学她。 最后珍妮还是没有听父母的话,加入了一个青年乐团,练习自己喜欢的大提琴。 只有在青年乐团练琴的时候,她才能感觉到真正的放松。 乐团有个叫威廉的男孩,总是在背后默默偷看他,这样珍妮想被关注的内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 但她对威廉并不感兴趣,因为威廉看起来太过幼稚,在语言表达上和思想上都还像个乳臭胃肝的小孩。 如果珍妮真的想要找男朋友,那对方一定要是个成熟稳重且有魅力的男人。 练习结束后,珍妮站在路边等公交,天空却突然下起了大雨,一个开着豪车的男人停在她的面前。 男人没有直接邀请她上车,而是建议她将大提琴放到车上,那么贵的大提琴被雨淋坏可不好。 男人或许是怕她不相信自己的好意,下车将足够买下大提琴的钱给了她,然后将大提琴拿到了车上。 两人相互做了自我介绍,珍妮这才知道男人的名字叫做大卫。 为了自己的安全,珍妮并没有上车,而大卫开车跟在她旁边,两人边走边聊。 珍妮觉得大卫说话有些口音,大卫告诉她自己是个犹太人,虽然很喜欢音乐,但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听不懂那些优雅的艺术。 珍妮浑身被淋湿,觉得有些冷,于是便要求大卫在她一段路。 大卫当然欣然同意,虽然是第一次见面,但两人相谈甚欢。 聊到在乐团练习大提琴的事情,珍妮忍不住向大卫吐槽起了父亲,说父亲理解不了高雅的音乐,还让她除了学习,不要浪费时间去搞这些东西。 她不想跟父亲争辩这些,只要考上了牛津大学,远离了父母就能获得自由,到那时候她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一路聊下来,珍妮觉得大卫是个幽默又风趣的男人。 车子停在珍妮家门口很久,两人才反应过来已经到地方,也是时候该说再见了。 连珍妮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她竟然有种期待再次和大卫见面的感觉。 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,珍妮将威廉带回家见了父母,父亲和母亲很欢迎威廉的到来。 刚在餐桌前坐下,父亲就开始了询问,想知道威廉计划考哪一个大学,威廉却说他想要休学一年去旅行。 父亲听到后瞬间变了脸色,认为威廉就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,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再辛苦读书,而女儿的男友却整天无所事事。 面对父亲的批评,威廉紧张得有些语无伦次。 这次见面的结果让珍妮很满意,既向父母证明了自己的成长,又逼退了威廉这个麻烦的追求者。 乐团表演那一天,珍妮收到了大卫送的花篮,她的心里非常激动,没想到当时只是提了一嘴,大卫竟然记在心里。 在学校老师眼里,珍妮是一个乖乖女,但在朋友面前,珍妮从不掩饰自己,她会大声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 等我上了大学,我要去巴黎,学会抽烟,穿酷酷的衣服。 她现在好好学习,想要考上牛津,就是为了拥有这样的生活。 珍妮正在和好友说着对未来的憧憬,就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大卫,她连忙上前打招呼。 看到她,大卫也很是开心,聊了几句后,大卫直接邀请她周五晚上一起去音乐会,并告诉珍妮自己的朋友也会去。 如果珍妮还不放心,就多买两张票,让珍妮的父母也一同去。 这些话打消了珍妮所有的顾虑,杨大卫在珍妮心里的形象又多了体贴绅士的标签。 可当周五,珍妮将这件事告诉父母,父亲却极力反对她,跟一个只见过两次面的陌生男人一起去看电影去吃晚餐。 但当父亲看到衣装革履的大卫,瞬间改变了之前对大卫的看法。 大卫的言语间透露着她的学问和风度,对有钱人充满崇拜的父亲,一眼看出大卫毕业于名校,并且是个家庭环境和身份地位都很不错的男人。 于是同意珍妮和大卫一起出去。 大卫也向珍妮父亲承诺,吃完晚餐后,一定会将珍妮安全送回来。 在音乐会上,珍妮见到了大卫的朋友,她不得不承认,即使自己盛装打扮过,还是跟这些有钱人格格不入。 大卫朋友问珍妮,为什么不穿些贵一点的衣服,可以让大卫为她买单。 珍妮嘴上说着不习惯,但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想法。 音乐会结束后,几人一起去了高档餐厅,因为珍妮想要去巴黎,所以在学校煮修了法语,在说话时也会偶尔蹦出几句。 大卫朋友听到后,建议她以后要去巴黎看,或许大卫可以带她去,让珍妮有些激动地看向大卫。 大卫点头同意,告诉珍妮有机会会带她去巴黎。 大卫借机邀请珍妮,跟她一起去参加下周的拍卖会。 这天过后,珍妮彻底改变了想法,看过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富人世界,她不甘心再过平凡的生活。 于是又一次答应大卫的邀请,去参加拍卖会,喊出最高的价格,拿下一副名画,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说出自己的名字。 让珍妮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。 随后她跟着大卫来到朋友的豪宅,名贵的摆设品让她看花了眼,她很好奇大卫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。 大卫告诉她,自己的工作的范围很广,总的来说就是物产和艺术的买卖。 这段时间纸醉精迷的生活,杨珍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她的成绩退步了很多,主修课程差一点就不及格。 老师对她这段时间的表现非常失望,因为如果她再这样沉迷下去,将会被牛津大学淘汰到千里之外。 父母知道了她的成绩,还是生气,母亲想着找个老师为她补习,一直以铁公鸡自称的父亲不同意。 现在那些课外老师要价非常高,一节课下来就要溜辩识,于是两人便争吵起来,父亲将怒火转移到珍妮身上。 你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,只能靠学习,只有考骑牛津提升自己的身份,才能认识很多优秀的男人,未来的生活才会有保障。 但珍妮不以为然,考不上牛津也没什么,至少自己现在过得很开心。 大卫的突然到访,让一家人都很开心,得知大卫毕业于牛津大学,父亲不免激动起来。 大卫告诉他们,他经常会去看望当时的英文教授,那位教授还是出过书的名人,他在学校经常向教授请教问题,所以教授对他比其他同学更熟悉。 珍妮想要见见那位教授,因为他经常看那位教授的书籍。 大卫便借机邀请珍妮,周末跟他一起去。 父亲不希望珍妮错过这次和偶像见面的机会,于是便同意了。 去教授家里前,大卫的朋友为珍妮打扮了一番,看着镜子中穿着名贵衣服的自己,珍妮有些不敢相信,更加向往有钱人的生活。 得知珍妮和大卫并没有真正在一起,大卫朋友决定给两人创造机会,临走时还特意给珍妮准备了一身性感的睡衣。 当天晚上,大卫和珍妮住一个房间,看到穿着性感的珍妮,大卫只是露出欣赏的表情,并没有强迫珍妮做些什么。 珍妮也告诉大卫,他想要跟大卫在一起,但自己的第一次一定要留在17岁生日之后。 虽然大卫心里有强烈的欲望,但还是尊重珍妮的决定。 次日,大卫和朋友说要去谈些生意,他们来到郊外的居民住所。 珍妮想要跟着大卫一起进去,但大卫却阻止了她,让她找个地方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 天真的珍妮坚信大卫是去谈正经生意,直到她看见两人拿着一幅画,毫不在意身后人的叫喊和阻拦,直接冲进车里,连忙驱车离开。 她这才知道,大卫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。 她无法接受自己心目中那个绅士又善良的男人,竟然是个抢别人东西的坏人。 她拿着自己的东西,下车准备离开。 大卫追了上去,向珍妮解释,那是一幅使必得的老地图,但她的主人完全不懂得她的价值,也不懂得该如何欣赏。 他们低价回收,只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张地图,这就是她工作的主要内容。 她知道珍妮不理解她这样的行为,如果珍妮执意离去,那她也没什么好说的。 珍妮虽然讨厌大卫这样的行为,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被统化。 如果离开了大卫,她将会回到之前的生活,这几天所有的经历会变成一场梦。 而想要实现这些,她还是要通过努力学习,通过学业来改变。 于是,她选择了无事,依旧选择和大卫在一起。 晚上,大卫将珍妮送到家门口,在车上珍妮向大卫表白。 在没认识大卫之前,她竟不知道,生活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。 之前那些整天为学习努力的生活,她再也不想回去了。 于是,她们迈入了成为恋人的第一步,经历了一番热吻。 父母看到那位教授为珍妮签名的书籍,也很为珍妮感到开心。 他们也认为,和大卫认识之后,珍妮的生活丰富了很多。 沉迷在爱情世界里的珍妮,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 老师再也忍无可忍找珍妮,劝她不要因为一时利益放弃自己的未来。 毕竟只有自己的东西才属于自己,别人带来的东西终究有一天会失去。 但珍妮不以为然,丝毫不将老师的话放在心上。 17岁生日那天,母亲将威廉请来。 虽然母亲觉得大卫不错,但威廉的家境也很好,多一个选择是好事情。 但看到这个没有报复的小男孩,父亲反对将他纳入女婿的候选人。 威廉给珍妮带来了生日礼物,一本新出的拉丁文字典。 威廉并没有想太多,只是觉得珍妮正好需要她。 大卫也来为珍妮庆生,抱了一大堆昂贵的礼物。 威廉瞬间脸红起来,觉得自己的礼物上不了台面。 失去的她决定赶紧离开,当然也没有人挽留她。 因为珍妮一家三口的注意力,全都放在大卫一个人身上。 在餐桌上,大卫表示,为了庆祝珍妮满17岁,她要带珍妮去巴黎游玩,因为巴黎是珍妮最想去的地方。 珍妮父亲本来是不同意的,但在大卫的吉利劝说下,最后还是答应下来。 当晚,大卫就带着珍妮离开,已经订好了次日八点去往巴黎的航班。 来到一直以来向往的城市,珍妮既兴奋又激动,那里的美景和艺术都让珍妮流连忘返,她觉得这就是自己以后想要的生活。 在这场像是度蜜月的旅行中,珍妮奉献了自己的第一次。 很多著名的诗人都说,美丽的风景都是瞬息万变的,但只有你觉得巴黎能一直保持美丽。 回去之后,珍妮给老师带了一瓶巴黎的香水,意思很明确,就是想让老师知道,她不通过上好的大学,也能去到自己向往的地方。 老师对她很失望,告诉她应该坚持当初的梦想,因为一个女人要找男人,必须要找一个欣赏自己的男人,而这一切要通过提升自己才能实现。 珍妮却开始冷嘲热讽,你毕业于剑桥大学,还依旧每天生活在书的世界。 在这个不出名的中学,改作碧文,而我还没上大学,就已经去过昂贵的餐厅,喝过绝世酒,看过精彩的演奏,听过美妙的音乐。 老师听后无话可说,一个被蒙蔽了双眼的人,是无法被轻易拉回来的。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,再去参加完一个高档的聚会后,大卫向珍妮求了婚。 珍妮有些不知所措,她想过要跟大卫结婚,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。 尽管她很想答应下来,但还是忍住要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。 当她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的时候,父母都很支持她的决定。 他们认为珍妮之所以要考纽津大学,就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归宿,现在这个好的归宿已经出现,那就没必要再舍尽求远去念大学。 有了父母的支持,珍妮更加确定自己内心的想法,她要嫁给大卫,去过一直以来向往的生活。 在那个做什么都冲动的年纪,珍妮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个决定会为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。 很快她就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,因为她发现大卫已经结了婚,而她也从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女孩变成了见不得人的第三者。 见到事情败露,大卫只能承认自己欺骗了珍妮。 她跟珍妮解释是因为太爱珍妮,才不敢将此事说出口,她会马上离婚,然后跟珍妮结婚。 而此时无法回头的珍妮,只能催促大卫赶紧离婚。 此日,珍妮在大卫朋友的口中得知了大卫和太太的住址,于是便找上了门,大卫的太太一见到她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还没等她开口,对方就问她有没有怀孕,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了,让珍妮的内心世界瞬间崩塌。 回去之后,她将此事告诉了父母,父亲很气愤,要去找大卫问清楚。 珍妮却质问父亲,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是一个人的错? 在她这个未成年人,为了富贵生活而放弃学业时,他们这对做父母的没有劝阻,反而支持她的决定,现在又能怪得了谁。 父亲向珍妮道歉,她之所以让珍妮嫁给大卫,是因为自己苦日子过怕了,不想让珍妮再走自己的老路。 其实珍妮并没有怪父亲,而是在生自己的气,是自己被利欲薰心,才忘记了当初的梦想。 失去了学业,也失去了自己。 她想要挽回这一切,于是便去祈求校长让她回到学校。 校长却拒绝了她,无奈之下她只能去找老师,本以为老师会很生气。 没想到老师却告诉她,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找我。 在老师和她的共同努力下,她再次回归校园,从那之后她便努力学习,奋力追赶着前面人的脚步。 她有很好的基础,再加上不懈的努力,成功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 看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她笑了,还好自己及时悔过,还好自己拼命了,努力了。 老天很喜欢给这些聪明漂亮的女孩子出一些迷惑的小选择题,其实她就是为了让你发自内心的明白,生活没有捷径。 虽然你比别的女孩子多了一些天赋,但这是为了让你更好的脚踏实地。 老天总是眷恋勤奋的孩子,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,不要排斥,因为会让人懂得人生的路还很长。 还有很多人会遇见,很多事会发生,但要学会拒绝诱惑,接受真实的自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,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。